哈囉大家好我是Sammy 今天我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現在臉上的這個眼妝 那這個眼妝就是我之前在發那個愛用品 就是我在講我的愛用品的時候畫的妝 然後大家就是一直有問說這個妝容怎麼畫的 那今天這個妝容呢是用這個MORPHY的35OS畫的妝 然後呢我其實今天只用到四個顏色 它是一盤全部都是這種暖色就是橘色系的珠光眼影 那我今天用到的呢只有這個紅色的還有這個橘色 另外還有這個咖啡色跟這邊的這個膚金色的打亮色 那我今天帶的影線鏡也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我今天是帶一個紫色的影型眼鏡 就是我突然發現我之前有買 它是這一個也是金碩的影線鏡 然後我記得我是在屈城市買的 它叫做這個BijuBiju 然後是這個紫色的 我覺得紫色的效果還蠻好的 其實我很少帶這種特殊色的影線鏡 我通常都是帶灰色的或者是透明的影線鏡 然後這是我就是非常偶爾今天想說來戴一下 那我覺得大家一定會問所以我就先講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呢我今天臉上的這個眼妝是怎麼畫的話呢 就請你繼續看下去囉 現在呢我已經先把我的左眼畫好了 然後我就用右眼來分享 那首先呢我今天要用到兩顆BBIA的這個霧面的眼影 一個是6號 6號是這個 然後一個是7號 它們兩個的顏色其實稍微有一點點差異 6號的部分呢它比較橘一點點 7號的部分它比較在帶粉色一點 那我會用這兩個來畫我的眼窩 先拿這個霧面的6號眼影 然後我要用Lab Square的這一支就是暈染刷 它就是我上一支影片有提到的 它比較長一點比較蓬鬆一點的暈染刷 那我直接沾這一顆眼影 沾完之後呢把它上在我的整個眼窩 就是從眼尾然後到眼頭這邊 整個眼窩都把它暈上去 我要用它來製造一個轉換色 因為等一下上在我眼皮上的眼影啊 就不會邊界很明顯 就會像這樣子暈開來的狀態 不會是有一條線的感覺 上完6號之後呢 接著我要拿這個BBIA的7號 那我要拿另外一支Lab Square的暈染刷 它是Crisse Brush 然後它的頭比較小一點 比較短一點點 然後就是我會這樣子垂直的沾眼影 讓它只有尖端的地方沾到 只有尖端的地方沾到 然後呢我要把它上在我的眼窩的後半部 這個地方的話啊 我的手就會比較輕一點 那我想要只加深在後半部這裡 接下來我要使用Lab Square的這一支 它是眉開眼效刷劇組裡面的眼影刷 那它就是我上一次講過 它比較密實 然後很厚的一支刷子 那我要沾Morphe眼影盤裡面的這一格 就是非常美麗的珠光橘色 直接把它扁扁的這樣沾就可以了 沾上眼影之後 你看它的抓粉力很好 然後上眼影的時候記得不要太用力 不然它這種就是有珠光的眼影粉 很容易飛的到處都是 我會先把它壓在我的眼球中間 壓下去 然後再把它慢慢的往眼睛的前面帶 眼睛前半部上完這個很漂亮的橘色之後呢 我要拿Lab Square的這一支 它是斜角的暈染刷 斜的 沾Morphe眼影盤裡面的這一格 就是它也是珠光的 但是它是紅色的 那我會垂直的沾 就是讓這個紅色眼影 帶在這個斜角的斜面上 沾完之後眼影刷會長這樣子 就是眼影只會在這裡 側邊就比較看不到 那因為這一支的眼影刷 它的刷毛是由短到長嘛 所以它會更有彈性一點 所以你不能太用力 不然太用力的話 你的眼影就會這樣子 啪的 隨著你的刷毛的弧度 飛到你的滿臉上 那我就是輕輕的把它用按壓的方式 先把眼影盆壓到我的眼皮上 慢慢壓之後 然後再輕輕的把它往前帶 那在畫的過程中 如果你覺得顏色不夠飽和啊 隨時都可以再沾一點 然後補上去 那像現在這樣子啊 我從鏡子裡面看 我覺得我的這一邊 就是暈得太出來了 然後又弄到下面 沒關係因為我剛剛底妝 是用這個Beauty Blender上的 我就會用Beauty Blender把它清掉 其實稍微用按壓的方式 它就可以把它清掉 因為剛剛的Beauty Blender上 還有粉底液的殘留 那如果你沒有Beauty Blender也沒關係 你可以用海綿 然後沾一點點粉底液 這樣子清 接下來我要拿回第一支的暈染刷 就是這一支 比較長一點的這個暈染刷 把我的眼影啊 從眼頭往眼尾暈 就是不要這樣子來回暈 輕輕的 我想要讓兩個顏色 有暈在一起就好了 主要也是讓它這個上面的界線 不要這麼明顯 接下來就是下眼影 我要同時用剛剛BBIA的這兩顆 然後拿一支Pencil Brush 垂直的沾 就是各沾一點 各沾一點之後 先把它上在我的下眼線的地方 這其實就是做一個搭底 讓你的下眼影至少有跟上眼影 融合在一起的感覺 不會只有上面有眼影 然後下面什麼都沒有 然後一樣喔 我都只會暈到我的黑眼珠最內側這條線而已 我不會暈到眼頭這一塊 因為眼頭這一塊 我等一下要上其他的打亮眼影 先暈上霧面眼影之後啊 再拿同一支Pencil Brush 然後我要沾Morphe的裡面 我們剛剛用到的兩格 也就是紅色的這格 跟橘色的這格 那我會先沾紅色的 同樣的我會這樣子垂直沾它 然後再沾一點橘色的 再沾一點紅色的 就是混一下 直接把它上在眼線 再來我會先把眼睫毛夾翹 然後畫上內眼線 內眼線畫完之後 然後我要再用眼線一筆 然後把眼尾稍微平平的拉出來 就跟我的左眼一樣 眼線畫完之後啊 我會拿一支這一種很小支的刷子 然後呢 沾這個Morphe眼影盤裡面的這一格 它其實是帶一點點膚色的珠光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楚 這一格 然後上在下眼頭的地方 我還會再拿一支這種 這一支也是Lab Square的 然後它也是 眉開眼效刷具組裡面 那它是眉毛跟眼線量用的刷子 它是這種斜角的 然後平平的包包的這種刷子 那我要沾眼影盤裡面的這個 這個咖啡色 然後我一樣會是這樣子垂直沾它 沾完之後呢 我會把它上在我的上眼線的眼頭的地方 然後把它壓一點在我的眼線上 讓我的眼線的線條看起來不會這麼的銳利 最後如果睫毛不夠俏 你就再夾一下 然後就可以刷上睫毛膏 好 睫毛刷完之後呢 我的眼妝就畫好了 那我接下來把我臉上的剩下的妝完成 我要用這個 就是我每一次都會拿出來用的 季凡希的這個打亮的粉餅 然後用小刷子沾之後 上在我的眼睛的下面這裡 我就是看心情 我想刷的地方 我就怕刷一點 刷完這個之後 其實我剛剛在畫眼妝之前 就已經上腮紅了 可是我想要再疊一些這個 Essence的這個 絲滑膚觸夾彩 最後我要上打亮 今天的打亮要用這個 The Bomb的 我要用這個 瑪莉的這個 淺色的 然後把它打在我的鼻子上 還有臉頰 今天的唇彩呢 我是用這個 它是Bisset的那個 Lip Tint 然後我的色號是PK2 我覺得這個顏色很漂亮耶 而且它 擦在嘴上不會有黏黏的感覺 我覺得它應該是等一下會乾掉 然後就會 呆在我的嘴唇上 今天是我第一次使用它 以上呢就完成了 我今天用這個 MORPHY的 35OS 畫的這個 呃 橘紅色的妝容 那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記幫我按一個讚 或者是你可以去Follow我的Facebook專頁 跟我的Instagram 另外千萬不要忘記就是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這樣子你就能隨時接收到我的彩妝保養 生活分享 謝謝大家看到最後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了解 ね 我們下次見